新鲜的王一博出街这么潮流饭 果然与众不同 清新的绿色防晒衣 搭配棒球帽出街吃面被偶遇 不愧是我们的潮流分享标 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破案线索 他的这次出街不仅让我们窥见了他的日常穿搭 更是让我们对他的品位赞不绝口 话说那天阳光真好 王一博一身清新的绿色防晒衣 仿佛是春天派来的使者告诉我们 嘿 春天还没走远呢 搭配上白色短裤简直就是夏日里的一股清流 让人想要跟他一起去海边冲浪享受阳光沙滩 而他的头上那顶棒球帽更是锦上添花 让整个造型看起来既休闲又不是明星伴 因为我们波波就是酷爱各种帽子 他以为可以不被人认出无奈娇好的身材 出众的气质帅气的小哥哥哪怕看不到脸 都容易引人注目 何况他是王一博 一眼就能看出来 不过让人眼前一亮的 要数他那凉鞋配袜子的谁来知彼 这种搭配就像是时尚界的鸳鸯锅 既有冷热交替的惊喜 又不失和谐统一的美感 王一博你这是要引领新一轮的时尚潮流吗 无论王一博穿什么都会被大家追捧 行走的带货王更是同款断货王 上升过的无一不是爆款 绿色是王一博的主打色 这次的户外防晒衣来自于攀山鼠 港裤是安塔家的 鞋子是King家的 这次主打一个户外穿搭风 毕竟现在正在录制野外探索类纪录片 说到吃 我们的王一博似乎对面师有着不解之缘 每次被偶遇 他总是在享受各种面条 从拉面到米粉 从凉面到热干面 简直就是面世界的面面俱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面条的形状 向他的人生轨迹 总是那么曲折有趣充满惊喜呢 而且王一博近日还有大动作 他正在海南参与录制一部探索类纪录片 这可是Discovery频道的大手笔 看来王一博不仅是要在时尚界和演艺界大展前脚 还要在探索世界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句老话 不会做饭的歌手不是好演员 王一博这是要成为不会探索的演员不是好偶像啊 哎呀 王一博的每一次出现都让我们眼前一亮 他的每一次尝试都让我们充满期待 我是小肥妖 吹捧王一博从布莱西德 看到穿得这么春日清新的王一博 心情也会美美搭 王一博你就是我们心中的探索频道 永远充满未知和可能 题外话王一博录制的这档纪录片 很有分量许多粉丝都在不同程度的安利 可是我们还没有具体了解 这需要等纪录片上映后才可以 是不是随着追分者的播完 很多人有种不适合空落牢的 没有关系 王一博的电影维和防暴队来了 维和警察杨振意气分发的上线了 这可不同于小绿茶未若来 杨振可是热血沸腾的硬汉哦 不用担保答 有什么都可以